好的 黑色星球大家要怎麼打扮呢 這就可以提供給大家囉 好的 接下來啊 依依有準備了一些就是 比較特別的美妝小物 等於說是依依的小秘訣 大家不可不知的小秘訣 對 因為其實 黑色星球是從西方流傳過來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一些 比較屬於西方的 譬如說他們的一些傳統的一些化妝品 對 那因為啊 50年代的美國啊 很多人看過電影 有一個電影叫做明星助理 那裡面就是完全就是 有一個牌子的風格 就是都是很復古電影風的感覺 在比如說領子上把一個領巾 對 給大家看一下這種感覺 就是可能 很復古啊 然後可是又有點華麗 然後有點彩色 對 那其實那個年代可能電影才就是 正在興起對不對 正在興起的時候 所以有很多的美國電影明星會非常的有名 那你看像現在他們就 這一家的品牌就是喜歡走一些 比較美國電影路線的 對啊 這是他們的那個 風格 對 然後而且我們剛拿的是他的化妝包 待會兒大家介紹一下他的化妝包 有哪些特色 首先呢 依依要先介紹給大家 有哪些特別的東西 首先從那個清潔用品開始介紹好了 你知道他們家也有出清潔用品 這是有點像是潔面露 潔面露 它不是一般的譬如說像洗面乳 或者是像其他的什麼 洗面皂 它是潔面露 所以洗上去呢會有點水水清爽的感覺 而且它的外包裝好奇特喔 就很像是明珠會讓人家以為是那個 沐浴乳有沒有 對啊 其實是甜面的 好的 接下來呢要給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接下來呢再給大家看到的是 防曬的部分好了 因為夏天快到了 因為夏天快到了 那其實有很多人啊就是在 很不喜歡上防曬的原因 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會黏黏的 或是油油的 那可是啊它的標榜就是 完全絕對不黏膩 喔 弄起來不會不舒服的感覺 因為夏天啊你看已經出汗了又出油了 那你還弄那麼黏黏的東西在臉上 有很多都方女生不喜歡 對啊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這個是 你看它的包裝有點像牙膏 對 鐵的感覺 綠的啦 然後你看喔 這是它的隔離霜 有防曬系數 可是你看一下它有顏色耶 它就是叫做艷陽防護 其實啊它有一點點遮瑕的效果 潤色效果 就是如果你出門忘記帶粉底液的話 你看 就很勻耶 不像一般就是有防曬系數的東西 它都會不是很好推 對啊 所以它們家的東西就是 造型會讓你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人家不會覺得說 這女的就是是不是妝感很重啊 拼拼拐拐待在身上 人家會以為就是沐浴乳嘛 那這個就是牙膏嘛 好奇怪喔 人家不會覺得說你是 就是帶一大堆化妝品 或是保養品在身上這樣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就會讓人家覺得 漱口水 也不是耶 這個可能會像是 添不出來了齁 對 好像生活中也沒有這種東西 好吧 洗眼鏡 藥水 也不像 好啦 算了 可是不過大家看也 可能也看不出來它是什麼東西吧 至少看不出來它是什麼東西吧 對啊 對 因為大家我們兩個想這麼久都想不出來了 好的 其實呢 它 以為是指甲油嗎 其實不是 它是可以塗在嘴巴上面跟臉頰上面的唇 唇頰彩 我知道他們家裡有一個很經典的是紅色的 這是他們新推出的比較淡的顏色 對 然後現在塗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淡淡粉紅色 然後再稍微把它推開一下下 就會變很淡有沒有 是啊 其實其實看不太出來 那你自己可以就是調配你自己想要的一個濃度 對啊 就不再需要就是那種刷子啊刷具 或者是說怕腮紅化不勻的情況了 然後我知道這是像什麼了 廣告顏料 外型啦 說外包裝人家也不會覺得說你帶化妝品在身上啊 好奇怪喔 可是有的男生如果也想就是增加氣色的話 他不想讓人家發現他有帶女生化妝品 你不覺得就可以偷帶嗎 太牽強了 因為它上面有小花還粉紅色的耶 男生不能喜歡小花嗎 奇怪耶 好的 什麼東西啊 好啦 接下來這個是黑膠唱片 有沒有又很復古了 對 它的盒子我忘記拿來的 它盒子外面是就是那個唱盤的感覺 對 唱盤的那個紙的包裝 因為很多以前的那種唱盤都是用紙包裝 那其實它的盒子就是用紙包裝 那中間這個就會有一點點像是黑膠唱片 那它本身其實是個蜜粉 其實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啊 除了就是比較有噱頭之外 然後還有就是外包裝都會做得很華麗 除了在用的上面都比較有噱頭 然後外包裝都用得很華麗 對 那它盒子特大 我個人是覺得它盒子特大 因為它幾乎是無邊框設計 對 好的 最後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這個東西 它這個東西很妙 之前有給大家看過 它有點擠太多出來了現在 對 剛剛不想展太多 你看喔 它這樣子啊 看起來看不出來有什麼東西對不對 它可以跟你的粉底液結合在一起 因為它有珠光的效果 然後可以跟你的粉底液結合在一起 然後擦在臉上之後氣色看起來就會超好 臉上就會散發那種光芒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手 其實它就算是一種就是 有一點修飾效果的一點 有點像是試底乳 對 試底乳 然後你也可以在比如說 依依今天用在鼻子上面 鼻子上面喔 就打在鼻樑這邊 就會讓鼻樑看起來挺挺的 有沒有 就是有假象 可是卻不會鐵絲玉玲瓏這麼over 對 就是好像有點鼻樑一點亮亮的感覺 就會覺得說鼻子比較挺 對 就是你可以先用了之後 再擦粉底液啊 然後再鋪粉 然後就會給一點眼珠光 或是混合使用都可以 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小秘訣 可以分享給大家 好的 剛剛說這個最後咧 沒有啦 最最後 再給大家看到的是它的化妝包 它的化妝包像我剛剛說的很大個 因為你看另外一個化妝包 有中型的跟大型的 它大型的其實可以裝很多很多的東西 這邊可以裝那個就是刷具組 然後也不會弄髒 那你可以這麼大一個容量 它其實可以裝就是 你要出去旅行 比如說現在流行啊 週末旅行 因為有兩天假期 週休二日 所以都可以放一些沐浴用品啊 什麼在裡面 容量超大的 對 那這是就是中小型的 可是我個人現在在用的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露出為難 那裡也 好啦好啦 有點為難 該不會有用過的那個棉花棒啊 就是 然後牙線 然後用完之後 你用過的牙線 Kitty 看不出來 你這麼冷淚 沒有啦 最好是 好啦 這些東西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就是在黑色星期五 可以成功的大變身 不論你是想要就是 改變你的以往的一些風格跟路線 或者是你想要走純粹西方路線的話 那這提供給大家做個 就是很簡單的兩種選擇 對 給大家參考喔 好的 明天我們還有一些奇奇特特的 比如說從日本來的東西啊 各式各樣奇怪怪 一擦上頭髮 頭髮就會碰起來 變公主頭的東西 很有趣吧 明天才知道 好的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掰掰 掰掰